嗨,大家好,我是杉小兔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韩国奇幻电影《汉江怪物》 故事发生在韩国,围绕一家人展开 原本吵吵闹闹,烟火气十足的一家人 因为汉江怪物抓走了家里唯一的小孩 而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 由于国际争端 美国在韩国医院的太平间管理人员中安插了自己人 他怂恿另外一个韩国药剂师将常年不用的药剂都倒入排水管道 虽然韩国药剂师提出了质疑 化学药品怎么可以都排放到汉江里面 但是由于地位限制,他不得不选择排放 镜头转到汉江 大量的排放的化学试剂很快就滋生出了一个旁人大物 汉江怪物 主角一家人在汉江边上有一个小小的石杂店 由爷爷和大哥经营着 这天正好是姑姑男猪比赛的日子 玄瑞一放学就赶紧回到杂事店和爷爷一起看比赛 贪睡的爸爸康斗被爷爷教训去给客人烤鱿鱼 因为贪吃 康斗吃掉了客人点的一只鱿鱼爪 没想到很快就被客人发现了 爷爷让康斗去给客人送免费的啤酒以表歉意 当康斗送啤酒时 却发现河边吃野餐的人们都在看江里的怪物 康斗走上前去 把啤酒扔到江里 没想到被怪物一口吞下 在人们感到新奇不断投胃时 这个大怪物突然跳出水面 人们落荒而逃 康斗想拉着玄瑞逃跑 却在半路拉错了人 玄瑞被怪物掳走了 怪物的出现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 死去的人的家属都聚在一起 为死者举办追悼会 赶来的二弟男日和得了一枚全国比赛同牌的小妹男猪 赶来后悲伤过度 爷爷大哥二哥小妹抱在一起 先是因为二弟埋怨大哥没照顾好玄瑞而私打 转而又是痛哭 这个时候追悼会大厅进来了包裹严实 穿着防护服的几个人 他们声称要抓捕当时在汉江边和怪物有密切接触的人 也就是康斗 憨憨的康斗主动承认自己被怪物溅到了血 于是当场就被强制性放进了果实袋 带进了医院 同时一个美国大兵也被野兽残害 但是因为国际问题 新闻只能说是由于怪物自带的病毒而导致大兵受伤 韩国民众信以为真 医院也只能按照病毒感染的程序给康斗做检查 因为要做检查 医生嘱咐康斗不要吃东西 康斗贪吃试睡 刚要偷吃罐头就被手机来电打断了 竟然是玄瑞打来的电话 玄瑞没有死 玄瑞在电话那头说 他被怪物带到了一个巨大的像下水道一样的地方 康斗迫不及待的想要救出女儿 他跟医生说完自己女儿还没死 自己要去救她的想法 医生只当他是被病毒侵入了大脑 无奈之下 一家人只能通过自己的能力逃出医院救助玄瑞 因为坑的黄色的头发太过扎眼 他们还没走多远就被护士发现了 一家人一阵逃亡之后 终于坐进了提前联系好的面包车 车走了一百多米 却发现小妹男猪没有上车 一阵焦急的等待之后 动作慢吞吞的小妹终于上了车 一家人一路过五官斩六将 也许是傻人有傻夫 他们成功到达了目的地 汉江处的大下水道 与此同时 一对无家可归 无父无母的兄弟二人 准备去汉江隧道另一头的一个石杂店 拿东西去卖 哥哥特别照顾弟弟 他还告诉弟弟 不要拿人家的钱 他们拿东西 也是能称之为借 可是兄弟二人刚从隧道出来 就碰上了怪物 双双被拐走 被怪物突到下水道的弟弟 被玄瑞发现 玄瑞全心全意的 保护着这个刚认识的弟弟 两个小朋友躲避着怪物的侵袭 等待着大人们早日来救他 由于玄瑞的描述含糊 不好确定具体的方位 一家人只能暂时返航 解决一下体力问题 上文兄弟俩去的那个杂货店 又迎来了一家人 他们在里面吃泡面 汤斗睡觉的时候 爷爷问二弟和小妹 是不是一直都觉得 大哥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两个人非常确定说 是的 爷爷风起解释道 自己年轻的时候 没有时间照顾大哥 才让康斗现在看上去 憨憨傻傻的 在爷爷的心中 康斗跟别人不一样的原因 可能是小时候 蛋白质没有吃够吧 一家人正在为 玄瑞的位置发愁 却已经被 十三天外的怪物盯上了 他们拿着枪 小妹男主拿着剑 但是都没能射杀怪物 爷爷为了孙女 和汉堂怪物殊死搏斗 但还是敌不过怪物 被怪物击打当场致死 孩子们虽然为爷爷的死去感到心痛 但还是要振作精神 继续营救玄瑞 二弟和小妹 为了躲避来到事故现场的警方 早早就逃走了 但是康斗舍不得戏风爸爸 他非常痛心 又回到倒下的父亲身边 正好被到现场的警方碰到 被抓回了医院 这次还是因为政府发出的病毒声明 医院决定对康斗进行开颅手术 手术时 康斗还是一如既往的哼哼傻傻 他不停的说着自己女儿没有死 要去救女儿玄瑞 但是医生仍然只认为 他是病毒攻击 进了大脑 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 他们把康斗的脑袋打开了一个洞 抽出了满满一大管血 没想到被开颅之后的康斗 突然恢复了正常人的智商 他一把抢过医生手中 装满血的注射器 挟持了离自己最近的医生 他现在彻底明白了 没有人会理解他说的话 没有人能帮助他救出玄瑞 只能靠他自己 他冲出了医院 这边二哥男日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同学 准确的找到了玄瑞的定位 元宵大乔 可是二哥的同学也是政府派来的间谍 准备抓获男日 幸好男日七日逃出了政府的圈套 仍然被困在下水道的姐弟俩 也已经快到了体能的极限 小姐姐玄瑞利用怪物投放下来的 被吃掉的人的衣服 继承了一个长长的绳子 下水道上面有一根钢筋 玄瑞借助怪物挂好的绳子 他在找时机 康斗和男日男猪三人 也来到了元宵大桥 可是玄瑞这时 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 给这个并没有学院关系的弟弟 一个生存机会的决定 怪物这天正在下水道里睡觉 他的脊背像一个天然的跳板 玄瑞一跃而起 他抓住了绳子 可是他被怪物缠绕住了 在打斗中 玄瑞被怪物吃了进去 怪物离开了他的老窝 这时 康斗也到了下水道 他顺着绳子爬下去 却只看到了躲在一边的弟弟 外面 男日和男猪围堵怪物 警方把怪物浑身浇满了油 康斗赶来 阻止了射杀 因为他从弟弟那里得知 玄瑞被怪物吃了 他扯开怪物的嘴 发现玄瑞就卡在怪物的 许多条舌头之间 他把玄瑞从怪物嘴里扯出来 可是他的女儿已经窒息而死 与此同时 这只旁人大物还吐出了一只小怪物 但无论如何 现在终于可以杀掉他了 男日点燃一只火把 不停地把小木头点上火 扔向怪物 最后 男猪一只带火的剑射穿了怪物 怪物自焚而死 怪物死了 城市暂时恢复了瓶颈 康斗带着并无玄关系的弟弟 坚守着汉江边的石杂殿 冬天来了 没有人野餐 汉江边洒满了血 但是石杂殿的灯火仍然亮着 康斗和人们的心 却永远失去了一块 汉江怪物用讽刺的手法 讽刺了政府的昏庸 频繁人说实话 没有人理睬 因为国际争端 就要丧失很多权力 甚至还要遭受 没必要的开路手术 政府人员在人民 担惊受怕之时 却聚在一起吃喝玩乐 不仅让人想起 近日某省份官员 在全国人民担惊受怕之时 不顾安慰聚餐 我们希望拥有 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当洪水猛兽来袭 有人能专业的上线 保卫我们的安危 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影片也留下悬念 那只小怪物 会不会变成大怪物 有一天会到城市 继续毫害人民呢 一切都是未知数 只有保护环境 不随意排放化学物品 和大自然和其相处 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宽恕 拥有正常的生活 和美好的未来 好了 这部电影我们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